汤圆不要再直接水煮了 把汤圆倒入滚烫的油锅中 出锅瞬间变美食 马上就要正月十五了 家家户户都要吃汤圆 但是很多朋友在煮汤圆的时候 总是会出现不是漏馅就是破皮的情况 今天就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煮汤圆的小技巧 煮出来的汤圆不破皮不漏馅 软糯香甜又抠痰非常的好吃 首先我们准备一包汤圆 汤圆的数量可以根据家里人数来准备 汤圆我们很难买到现做的 因为它不好保存 所以我们平时买到的汤圆一般都是速冻的 速冻的汤圆打开之后 表面都有一层冰霜 冰霜里面还带着一些粉质 这层冰霜一会儿就会融化 融化之后它们就会黏在一起 如果直接把它们倒进锅里煮 就特别容易糊汤 现在我们把汤圆倒进一个大碗里弄 然后往里面倒适量的冷水 水位一定要没过汤圆 然后浸泡上20秒的时间 泡的时间不能过长 在浸泡的时候 汤圆会边吸收水分边解冻 这样才可以及时的补充 汤圆在冷冻的过程中所流失的水分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迅速的给它捞出控水 放在一边备用 现在锅中我们倒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烧水 往里面加入一大勺的白糖 用勺子把白糖搅拌至融化 这里加糖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水的浓度 煮汤圆的时候 汤圆不会吸收太多的水分 加入白糖可以防止汤圆煮出来不成形 这样我们煮出来的汤汁会更加的清甜 汤圆也更加的有嚼劲 白糖融化之后 我们舀出两勺汤汁 放入小碗中备用 现在锅底起着密集的小气泡 我们就可以转中火 然后把汤圆放进来 平时我们在煮汤圆的时候 一定不要等到水开之后再下锅 开水下锅 汤圆容易煮散 所以一定要记住 煮汤圆温水下锅才是最正确的 汤圆煮开之后 接下来这一步也是非常的关键 把刚才咬进来的汤倒进锅里面 这一步叫点水 点水我们一定要用温水 不要用凉水 用温水煮出来的汤圆 口感会更加的口弹 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 煮出来的汤圆才不会破皮 这样煮好的汤圆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捞入凉水中 给它迅速的降温 使汤圆的表皮不容易黏在一起 降温之后 我们给它控水捞出 然后往里面淋入打好的蛋液 让鸡蛋液包裹住每一个汤圆 再准备一些金黄色的面包糠 让每一颗小汤圆都均匀的裹满 像这样子金黄金黄的 我们依次做好每一个汤圆 放在盘中给它晾一晾 让它继续的降温 这时候起锅烧油 筷子冒着密集的小气泡就可以了 油温四成热的时候 转最小火 迅速的把沾油面包糠的汤圆 放入油锅中 全部放进来之后 开始计时20秒 这一步一定要把握好时间 时间千万不要长了 否则汤圆容易炸裂 时间到了之后 迅速的给它捞出控油 装入盘中 美味继承 这样做好的每一颗汤圆 都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每一颗汤圆都金黄酥脆 而且软糯拉丝又爆浆 糯滋滋的 有谁不爱呢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